你需要多钱零花钱你说 两千古 以后你会亲 我也会疼你 我也会用心去爱你 我也会疼你的 我也会爱你的 讲话互相 这都相互的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大姐真不一般啊 大姐要大哥每个月给他两千五百元的零花钱 大哥很是开心 当即就向大姐表白 大姐也不落后 也当即回答爱你 这真是太狗喜啊 老年相亲有这么生猛的吗 当即就互相谈情说爱了 这是怎么说出口的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爱情的牟利真是太大了 本来大哥说话还不是很溜的人 但表情白来 那是说的又快又溜啊 这老年相亲真是无奇不有啊 是陈建华大哥吗 你好大哥 我是混蛋小李啊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叫陈建华 陈大哥63岁 离夜 退休金四千元 有住房五十四平米 红娘来到大哥家 大哥一个人居住 就是一次一天 以前的房子是两十了 孩子也远在神圈 平时就用平板与孩子视频看看 每天有些人那个等会儿 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外派都还给买了 我那手机丢了 现在经验行了 那时候嘛 到地主有家嘛 跟着视频啥子 像比较适当的现在这些建筑工具 你是一般老年人都不愿意用 你这没事就能看 你这没人没人 你这麻烦 是 你这这是我家孩子没什么 那个那个视频啊 那除了这个微信 你在这点还干啥呢 你还看新闻 有时候听什么歌啊 也挺好的 当然平时也没别的事 就是看的新闻 听听音乐 再就是搞搞运动 那你现在凭什么都行呢 这还用呢 以前合成家 一手都没合成家 是你现在吗 一只手合成 现在不可以了 以前是怎么说 你现在就是这 现在以前是粉红的合成呗 这好有没有 三日 三日啊 这也挺厉害的 我健身七八年 我体系上 这些年发烧感冒找不找我 冬天就跑步一下呗 那冰流 然后他灰身痛红 也不感觉了 就做俯卧称 都坚持七八年了 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谈起自己的婚姻 那真是一言难尽啊 满腹心酸啊 啥时候你的婚姻 82年 这我记忆听着 那天他也是 也是个团委书记 他爸是 全楼也是 演员部部长 那天我就是 我就是个公园 你跟他不是门党户队吗 不是门党户队 但是那天我们 也我们单位 他爸想着我了 那天他想着 我就寄他家买 没钱 给他家买五周梅 我可以拉一车 找公寓给他送家 我也说话 我还觉得有意思吧 他是一个 傻样性格的人 他特别 就特别也是挺要强的 大哥虽然自己 只是个工人 但却找了个团支出 而且自家条件 也不如女方家 所以是门部当户不对 但也因为门部当户不对 大哥感觉高攀了对方 所以在家里 也就主动承担了家务活 他不会做饭 不会做菜 我家去人 我也都有做饭 我开之前 都给他呀 完了 每月工资都上交 对呀都给他 这么不当户不对的日子不好过啊 虽然大哥尽力付出 但还是得不到妻子的心 第四年发现妻子出轨了 他那天出轨了 我后期我说你啥子 他离开 二姐 你妻子跟你二姐结婚 你觉得是出轨了 这个事是事实还是 当然是 不是是我能心能跟他离婚吗 我们上夜班回家了 回家了 堵住了他那个家 就门口了 我说他不上楼了 我说他不上楼了 他说他不上楼了 然后后期跟孩儿一说 小孩不上楼 孩儿一说爸 可妻子出轨的 还是自家的二姐夫 这真是什么事啊 这家丑真还不想外养啊 大哥想原谅自家的妻子 为了孩子 自家宁愿退一步 我现在为了孩子吧 其实跟他那孩子那个 上家 我说你当你跟那家 你听你二姐 你跟你二姐 有一个人跟我 以后咱就不打离婚 他 他也没跟我走 所以说我 心就死了 所以说我就更离婚了 结婚跟他过了多少年 过了三四年吧 那孩子三十岁就离婚了 但妻子不干啊 那大哥作为一个大胆人 肯定只能给一次选择的机会啊 既然不愿意 那也就只能离婚 如此就结束了 这么不当故不对的短暂婚姻 从此以后 大哥就带着儿子生活 那时孩子还小 大哥就既当爹又当妈 全心全意把儿子带好 又当爹又当妈 也挺好 我家孩子也 就不像单亲家庭 不像那种感觉 我家孩子 一直都没叫 我都不要了 我家孩子上学 这些费用都我拿 都我拿钱 我家孩子 我大爹以后 会分配 一开始分配到那个 大药木车 我大药木车以后 带一堆又给吊 中第二局 可以这么讲 我该负数都负数了 儿子也不负重啊 长大成人 而且现在也混得风生水起 大哥也感到很欺慰 但现在自己也老了 一个人生活也是倍感孤独 所以就动了 再找老伴的念头 那他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就先找 就能过日的 对我一星期 一过日 首先咱们是想找年龄 在哪个范围 年龄最好 是八十八 那是小 小比小太多了 大 不能少过五岁 小也不能小过 十岁八岁的 是不是太大 太小的话 有带个 住房啊 工资啊 最好是有退休的 退休工资少点也可以 少一点最少 是多少 你最少也得 一千 一千 两千以内吧 邋遢的 都可以啊 其实嘛 找人利索 干净了 男女是也没有 抱拥亲 成不了夫妻 这个我都能做到 大哥想找个年龄相当 有退休金 干净利索的老伴 不知今天来 相信的大姐 是否合适她 是王大姐吗 你好大姐 我是小李啊 你小李 红娘小李 今天来相信的大姐 叫王贵芬 王大姐 六十五岁 丧傲 退休金二千三百元 有连租房五十七平米 红娘来到大姐家 开这门呢 能行吗 公租房跟那个 用什么房还不一样 就跟那个 就是地保房还不一样 地保房是花钱的 我们这是花钱的 我们一个月是 大姐住的公租房 房租比较少 大姐以前是列车员 所以爱人 也是在火车上遇到的 我俩在车上认识的 是我花工丸的时候 她是当兵的 在我车上 都会有那什么 货货票挺不好买的嘛 我那么久 给你买过个票 她坐给你票之后 我俩就这么认识 那时候我挺向往当兵的 就想找我当兵的 当时家里人知道就是 呃家 家里那时候 我们家挺知识的 当兵的也回不来呀 当兵回不来 后来是第二年吧 第二年是拔了一份 我就跟部队 就跟他俩结婚了 那时候他就要提干了 你干了完了 人家不让回来 不让回来 完了他就请示 请示部队 我们部队说 那你就过来 这么多部队给我们办 你觉得 这种婚礼是不是也挺有意义的 也挺有意义的 因为啥那十五年 那个当兵那个年代吧 几乎吧 对这个好像是没有 说一些心里话没有 爱人是当兵的 是军人正好实现了大姐的君嫂梦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那也是一段美好的情缘啊 也是蛮浪漫的 结婚后 大姐救助自己娘家 生完孩子一年后 爱人因为身体原因 也转业回来了 生孩子没回来 快满月了他才回来 你觉得辛苦吗 还行吧 还行还可以 说话我听话 那段时间我也去跟我娘家 我俩结婚一年以后就转业 就转业了 就转业了 他是咋的呢 他是胃切除 就是胃切除四分之三 就整个含酸部分都切去了 他就导致营养性肥脊 他拿人 正常人都十二个血吧 他才四个万 丈夫干不了重活 为了照顾丈夫的身体 大姐连列车员的工作也不干了 于是夫妻两人就置她卖货 就用这个 我们就给那个光顾整个床 因为也是因为想照顾她的身体 对想照顾她的身体 这样大姐就可以陪着丈夫 顺便照顾丈夫 但丈夫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坏 背心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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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了披血 我一直这么青年 在床上不能动九个月 不能自己也九个月 不能自己也九个月 吃喝喇叭 吃喝喇叭最前是我的 哎呀 一年过来 遭了苦了 在家里你就没有不说 就满真心 我们那不行 咋忍跟他人上了 你是不是 那讲话 他还不是 他说话报听 还不是别人 他自己这样 一二年 十里一分 十里约四号走 这一伺候就是七年 特别后面九个月 吃喝拉撒 全在床上 这大姐也是 尽心尽力伺候着 这大姐确实不错 来人走后 大姐干过保洁 一直自己租房住 也不去打扰孩子 我现在说起来 我现在说起来我挺自主的 我也没拉机会 我说在我也挺能干的 他走了以后吧 我手就基本就没啥钱了 就干保洁 没啥积蓄了 干保洁 我一开始没上二人住 我没上二人住 因为两两人 说这些人 在一起不是那么融洽 所以说我就自己租房了 一直在外面住房 大姐一直一个人漂泊 漂得久了 也感觉累了 就想找个人 一起过后面的日子 那大姐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年龄在66至70岁之间 比较大的 对比较大的 比较小的呢 比较小的也行 但不能小太多 小个一两岁就行 就超过五岁 超过五岁就不好办 住房的问题吧 我这么讲 他有没有都可以 但是呢 必须得有退休金 那这个退休金 是在哪个范围家 三天多块钱 而且子女不能在身边 所以就是说 管对方要工资 这没事 对啊 工资那必须得 男人必须得本分 本分 老实就行 中后就行 大姐就想找个 老实本分的人过日子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是否合适她 于是红娘带着大哥来见大姐 来到大姐家 你好 你好 突然紧张了 那边怎么了 来 先进屋 先进屋 把鞋脱了 不用 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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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互相记得一下 叫陈建华 陈建华 你好 叫王贵 我是王贵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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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哥俩 啥子这么把人吗 叫义君子 对不对 个儿挺高 个儿挺高 嗯 你瞅着 演员打烊感觉 还可以 瞅着挺好 挺得傻的 挺老的啊 挺老的啊 挺老的 那就挺符合咱们的标准的 我看大哥手上还拿着 这是啥呀 三六六六 这花挺好的 这是要给大姐 撕开点的吧 你看这跟大姐 虽然衣服 撕得一样的呀 挺好的 挺香的 我们挺香的 谢谢 大哥 你是见到女人 就害羞吧 你怎么老是在关键时刻 吊练的 本来是与大姐 互相介绍 你却像跟沐庄一样 定在那里 还好大姐这个人很温柔 情商也高 当场觉得不错 对大哥是很肯定 不过 暗地里还是担忧 感觉大哥是不是身体有啥毛病 我怀疑他 那个身走到有点 五十六 他有一啥毛病呢 我就是怀疑他这个 你身体怎么样啊 因为咋的呢 刚才我跟大姐也打讲过了 大姐觉得你进门时候 身体走到有点强硬 我有点疑问 你可以 实话是说没事 以前我得过病 发现结果也好了 你什么病啊 脑出血 脑出血 你六点脑出血 现在要一宫吃的 没什么 我也不好 有什么后症 我也不会再 走这一宫呀 再找 也对不起 对方 自己也对不起自己 当得知大哥 真还得过病 大姐这眼光 还是很奴蛋 观察很仔细啊 不过还好 大哥的病已经好了 否则也不敢再来找老伴 大姐对这样的回答 还是很满意 只要服管 能够克制自己 就没什么问题 于是大姐就问了大哥是否喝酒抽烟的事 喝不喝酒啊 酒烟呢 头三年酒烟都抽 都喝了 现在都记了 从有病这几年没有 先想都不想 酒也不想 那就行 大哥以前是既抽烟又喝酒 但因为身体原因全部戒掉了 大姐觉得很满意 不良嗜好挺好 这一点也挺可见 没有不良嗜好 很多方面就省事多了 接着大姐就开始了第二轮发问 你是离异的 离异的 还有两个月多就离异了 现在跟你说也没啥 对 我不用说那么细 我好像终究啊 这里 但是现在时间是 那个单身 不单身 不能再迈这一步 对你伤害 好像挺深 是不是啊 嗯 但是我是这么想 两个人就顺住了 一想想走这步说 再一点就两个人 你说一句心里话 就别追了别闹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过去这样就过去了 我以后说 小孩子在生活再提 以后就咱俩先以为命了 大哥对于疫情的感情 不想再提 大姐还是理解 只要不影响 后面两个人的生活就行 为啥疑问呢 他挺老实 这个人 说一句心里话 确实挺啥玩 对原配 你就不一定去了解 所以说 接着大姐就说了自己的情况 我是上午的 一二年四十一月四号 没的 起不来九个月 我一直在适合 那时候 我们钱就基本的花 就差不多了 说句心里话 那你说不能给 不能不给他看 那时候在那种程度 我们家里面 说一句心里话 没有一句说 都这么 都这么 都伸他们手指 我爸说在里面 说你不伺候他 那都完全可以 我说不能怎么办 我咬二点 一直伺候他走 大哥听到大姐 一直伺候自己的老伴走 大哥很是感动 这样的女人很好 不会抛弃对方 两人聊得很投机 接着大姐又说出了一个问题 生活吧 说在这工资 咱俩工资说在 你月开四千里 你给我一部分零花钱 说在生活那我管 你就需要多钱零花钱 你说 两千五 你给你两千五 你零花钱 不是 就是生活都我管 听到大姐说 每个月要两千五百元的零花钱 大哥都猛了 好像看过不少相亲节目 要零花钱的多 但开口要两千五百元的 好像不多 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俩人出讲话 说不说 这个红色卡都给一个 不是问题 你这打断的一定程度讲话了 不是你 都说不是你要我讲话 我自愿讲话了 俩人今天走在一起 就去必须 一往一出想 近往一出吃 你那啥辣之分 你这样两千 我心里不说 你这个孩子 跟我不一起 一起讲话 俩人都为我出一个 已经讲话了 而现在咱俩工程 都可以一起去花呗 我说你意思吗 给你留点机器 我还展现 我展现干啥 我展现 我们也要展现 我家还要出 我家还要 你住学的演讲 我展现 就是你放在一起 你好 你讲话了 你给我也好 你讲话说 我在的 我也不会 俊个纳的 我这人挺会过日子 说一句 心里话 你说那两千 我就没明白 这个意思 那不是问题 我这现在 我也不跟你解释 挺明白的吗 大哥有意见 大姐就仔细解释 自己要两千五的情况 原来大姐 不是要大哥 全部商交公司卡 想要大哥自己留一部分 只是要大哥 交两千五百元的生活分 这样大哥就觉得 两口子肯定是一起的 他不需要留下钱来干别的 就喜欢全部交给大姐一起管理 这样大姐肯定的意 这大哥也是的 交两千五不愿意 就要交四千多 大姐真是盛情难去 接着大姐又问到年龄问题 你今年有六十几呀 六十二十五岁 六十二十四岁呀 五十五九年三岁 比我小四岁呀 你觉得是四岁年还长 得为难事 大哥比大姐小四岁呀 大哥有什么想法呢 大哥觉得大姐好 他就是喜欢大姐这样的 他没意见 就想与大姐进一步相处 虽然就大姐 一看我底线没说 我说大不能超过五岁 但是你确实挺好 经济的也挺善良的 绝对不是骗那个东西 我们看着吧 可不可以往前走 那就行 那咱就可以往前走 谁别找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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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意思 我俩就是往前走 往前处的意思 对你也是走 对我 对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放心吧 以后你也会心 我也会疼你 也会用心去爱你 也没用 我也会疼你的 对 我也会爱你的 两个互相 这都相互的 是不是啊 互相还相互表白 这老年人相亲 真还是放得开啊 当即就爱啊 情了表白开来了 于是互相留下联系方式 接着进一步相处 两人相亲成功 你们觉得他们能长久相处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